在声音表达及沟通技巧的教学过程中 透过新世代科技 我能够更完整丰富的传达我的教学理念 同时也能够让教材更有创意 让学员能够享受学习进而升级 我是新世代工作者 也是工作生活家周振宇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从事的是声音教育的领域 因为现在数位时代的发展 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去面对全世界 而你面对全世界的时候 你要呈现什么样的形象 声音就在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旧时代和我们新时代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 在我自己编写教材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差异 新时代的一项必需工具 我觉得Office 365是非常好用的 其中我用的最熟的就是PowerPoint 因为它有一种类似像撰写剧本的概念 我可以如何开场如何结尾 如果说导演的工具是摄影机 那么我觉得PowerPoint就是知识工作者的摄影机 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创意 编排之后变成一部很好的作品呈现出来 Office 365的AI语音辨识功能非常强大 它让我在即时翻译的功能上面 可以让我用中文口说 而且它能够即时地就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字幕 所以让我跟当地的听众是完全没有距离的 我做这个PowerPoint的投影片的时候呢 如果只是一行字 然后摆底那其实是不好看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很棒的画面感 它其实是能够让我们示范功倍的 因此呢这时候这个设计构想的功能呢 它可以帮助我去简化我的拍板 然后让我的画面呈现出更专业的美感 我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于把我的知识做一个更好的传递 它节省了我非常多的时间 PowerPoint的萤幕录制功能 它对我们做讲师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录完之后呢 就是在我们讲完之后 它也就顺便把这些影像都录好了 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时间 而且就是在演讲完之后 那个影片它也能够同步输出 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PowerPoint对我来讲 它就好像是一站窗户 它可以把我脑袋当中的想法 就打开来 然后去呈现给更多的人知道 让我跟外界有更多的交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